加栋 加栋 醒啦 加栋 我不要看到你 不要 你走 我不要接到你 姐 我怕 我怕 加栋 加栋 你忘了她是舒英姐姐呀 我们是一家人 我 我 她不是 爹就是因为她 才被日本人害死的 就是她 不是 不是这样的 就是你 就是你 爹就是因为替你定罪 才被日本人害死的 是你害死了我爹 是你害了我们谢家 是你 是你 是你害死了我爹 是你害了我们谢家 你快走 你快走 快走 你快走 我不想再见到你 我不要见到你 快走 你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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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快走 呢 我 我 你们想走 是你 我 我们杀了那个日本人 但是我不是故意的 因为当时是他想强暴我 其实这一切啊 老爷已经猜到了 他也替你扛下了 他明白你当时的无助 也明白你和大少爷之间的清白 我也知道你是个好人 所以我才会把他们姐弟俩托付给你 你要是觉得欠老人 欠谢家 你就回报在他们姐弟俩身上吧 我 若许 对不起 若许 如果家都没有醒过来 你是不是打算要骗我们一辈子 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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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心里你们 我不想听 因为你 我爹死了 弟弟傻了 我谢家没有了 我们姐弟在一厢受尽侮辱 我们姐弟在一厢受尽侮辱 都是你害我们的 你还要假惺惺地装作好人 你到底想要骗我们到什么时候啊 我没有想要骗你们 我没有想要骗你们 但这么多年的朝夕相处 你们真的已经成了我的亲人了 不是真的把你们当成弟弟妹妹 你这么做不是灵性发险 是赎罪 一件事 你现在不是吗 你要我怎么相信你啊 我家没了 原来你才是最大的灾难 我嫌疼有 你 这么多年的姐妹 这感情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是啊 别说你们这样 同甘苦共患难的姐妹了 就是我们这些老邻居 也不能说分开就分开呀 就是这样的 吵吵嘴就好了呀 这说离家出走 事情可就闹大了 不好收场的 你们觉得我是在闹着玩 我谢若雪就算再不懂事 也不会拿我爹的生死开玩笑 以前是我不知道 现在我都知道了 还怎么可能跟那个女人 同吃同住呢 我爹该有多伤心呀 若雪妹妹 你人长得这么漂亮 外面可是不安全的呀 你闭嘴 若雪 你这是要搬去哪儿啊 家栋还在医院 需要人照顾 你这 一个人能应付得来吗 爹 我辜负你这么多年 你一定很伤心吧 我答应你 往后的日子 我一定好好过 照顾好自己 也会照顾好家栋 作孽呀作孽呀 这 这是前世杰的冤家呀 没想到你们姐妹俩 这么大的仇恨 谁再跟我提梁姐妹 我就翻脸了 她姓韩我姓谢 从来都不是一家人 咱们 一起过来 要都说 从来 trata 对 反正 要怎么弄 也在碰 咱们 要asm haul 癃 水 我 用 啊 你带着加冬留下 也是为了赎罪 我承认 起初带你和加冬来上海 我是为了赎罪 但人是有感情的 时间长了总有亲情 在心里生根发芽 那时候 你为了把我从牢里救出来 放弃了整栋房子 如果不是心里亏欠我们谢家 你会这么做吗 你把文轩让给我 要不是心中有愧 你会放手吗 所以别在这儿跟我谈什么亲情 你所谓的亲情 不过是用来衡量 你自己内心的砝码 现在好了 一切的伪装全被我撕毁了 你再也不是 人人称颂的女圣人了 你骂我打我我都可以理解 我只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你做梦呐 要不是因为你 我们谢家依旧附加一方 我爹还健在 我仍然是那个呼风唤雨的 谢家二小姐 家洞也是矿山的继承人 可是现在 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一切都改变了 你让我怎么原谅你呀 你滚还是我走 给句痛快话 别在这儿假惺惺装可怜 忘了告诉你 忘了告诉你 之前你不是说 晚上经常会做噩梦吗 我问你原因 你死活都不肯说 现在我终于知道了 那是我爹派人来 跟你锁命呢 心里住着小鬼 自然活得不痛快 在这儿 你看看吧 就这一间房了 这附近呢 也没什么好挑的 就我这一间房 我这条件算好的 给您钱 好好好 你看看 自己打扫打扫 你站住 你往哪儿走啊你 找事啊你 你没去见的你 你偷偷干吗 干吗 说就说啊 都让都要干什么呀 我前两天 亮丹娜的裤衩哪儿去了 你是说我偷你裤衩 不然哪 你凭什么说我偷你裤衩了 就是你偷的 不然从哪儿去了 我偷你裤衩 干什么呀 就是你偷的 你穿过的我会穿吗 是陈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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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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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再来 是陈牌啊 途乙 来 你怎么见人就撞啊 少没长眼睛啊 你记得很狗笨 好好好 走吧 走什么走啊 你都不知道他撞我 你看他 走啊 老公 别说了你 明明请 这包你别擦了 包我不要了 老婆 这我不给你擦干净了吗 你要不喜欢 我再给你买个新的 行不行 这不是脏不脏的问题 这多晦气啊 你说咱俩过得好好的 被叫到这种地方来 你给我说实话 你这两天是不是没好好烧香 你给我说实话 你听见没有 你能不能不说话了 小点声行不行 你先坐下行不行 这 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是 老公 你跟我说实话 待会儿呢 你就认识珍珍跟人家讲 你别吞吞吐吐的 你说万一搞不好 一伙上身了 可怎么办呢 老公 你听我说一句话好吗 你这是 你能不能不说话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河先生 河太太 实在不好意思 今天请你们来 其实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只是有些情况 想跟河先生了解一下 请坐 请坐 大佐 我呀 把我知道的事情 今天一五一十的全都告诉你 我看报纸了 其实这件事情啊 我一直也很困扰 我太太呀 早就想让我来 跟你们把这件事情都说清楚 可是我呢 有些话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说 这么说 河先生也有话想跟我们说 有啊 我的身份啊 想必你们也很清楚 在南京 在上海 像我这样的人也不少 那个人叫高虎 他原来是我的警卫兵 在一个月以前啊 我们见面了 我在祥云楼 我跟我几个朋友 我们在打麻将 中途我去了趟洗手间 他拿着枪头就进来了他 他指着我的头 他当时他 他要杀了我 我当时我也特别想打他 你知道吗 可是三七年以后我受伤了 我也缺乏锻炼 我打不过他呀 关键他手上还有一把枪 信 信回这枪里没有子弹 这 正在他要杀我的时候 门口进来几个人 他看见这个情况 他就跑了 那 他为什么要打你 为什么要打我呀 是这个 这个我不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嘟咚当当的 队长 那个高虎说 我老公是叛徒 是走狗 看什么看 我说的有错吗 这个高虎 还给我们家打了好几次恐吓电话 他说要替死去的兄弟报仇 然后我老公就答应给他钱 给他找工作 但是这个人就是死脑筋 他什么都不听 没错 那段时间啊 我就变得很小心 我出入我都很谨慎 可是我总觉得吧 这高虎啊 这在哪儿 他跟踪着我 你知道吗 跟踪你 你确定他一直跟踪你 我 我也不太确定 是不是我 我心里作用 这么危险的事情 何先生为什么不向我们求助 要知道 何先生你可是高层官员 清点梯节的重要人物 我们有责任 也有义务保证您的安全 大佐 其实啊 这一呢 我是有前科的 我也怕给你们制造这些 不必要的麻烦 二呢 高虎我了解他 他是我的警卫员 我想他跟着跟着 我也没什么事 他就不跟了 主要 这第三啊 这第三 我老公吧 他是一个特别要面子的人 你说这被人说是 汉奸 走狗 这太不光彩了 他自己不说 还不让我说 这上海的商业厂商啊 看起来一团和气 其实都是背后捅刀子的 你说这事要是被人曝光了 我俩不但被人嘲笑 这万一被讹诈 人家在暗处 我们两个可惹不起啊 何先生的担心 还是有道理的 大佐 我真的特别难啊 大佐 怎么样啊 是不是真的 是 我跟你说 可有钱了 新搬来的 看你这事打扮 一定是在大东吧 那儿最近生意可不好 从老板到小姐 全都喊喊酸酸的 还有事吗 模样不错呀 要不给我两百介绍费 我帮你跳槽 臭德行 出来卖就要有副卖的样子 装什么假正经 大佐 大佐 你们 是我们永远的朋友 大佐 请相信我 你们一定要保障 我们的安全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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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这种假装店 看下来 人脈 是挺热的 人脈 家里的担任职位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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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供了解释了 是他 他在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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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说的话有没有漏洞呢 应该没有 我刚才说的话有没有漏洞呢 应该没有 有些话点到为止 说多了反而显得刻意 我们这次为了帮你洗白 砸了多少钱 动用了多少人 我希望你吸取教训 姐 你做得真好吃 好吃吧 韩小姐 不用告诉他们我来看过 好 这么多项费用啊 最近啊 因为这个药品紧缺 所以这个价格呀 比以前涨了很多 那您看可不可以这样 其中的四分之三我来付 于下来让谢若雪自己付 但请告诉她 这就是全部的医药费 你的意思是 钱你来付 但是不要让她知道 是你付的钱 如果让她知道是我付的 她一定不会接受 拜托您了 行 我明白了 你放心吧 你干什么 大爷我每次都来武厅门口找你 你都不在 二叔放开 你是不是嫌我没钱啊 你要干什么 大爷今天就让你尝尝苦头 走 你认错人了 走 放开我 救命啊 把手放开 快点 敢打我 别 滚 你 你 你 不是 你 你 你居然住这种地方 注意 这两天发生的事 我都听说了 想不到那个若雪 既然这么狠 把你赶出来了 他也不想想 如果当初不是你带着 他们一家大小 两个包袱出来 他们不知道死多少回了 就算你欠他什么 这一切也都能还回来了 我欠谢家的债 这辈子都还不清 你谁也不借 这一切都是命 就像我 我做梦也想不到 自己会是个日本人 浪人的死只是个借口 日本人的最终物点 就是要谢炳言死 就算是个借口 也是我给日本人的 这就是一直以来 我觉得亏见谢家的根本 按当时的情形 谢炳言他承认不承认 他都得死 这点他是清楚的 你何必让这些枷锁 捆绑自己一辈子呢 真是太傻了 你真是浑身上下 都没有人味 按你的逻辑良心债 就不是债吗 你别忘了谢炳言死前 偷偷找人把我们放了 可我们做了多少 对不起他的事 特别是你 你是他一手抚养大的 我已经用一手还他了 好了 我不想犯这些旧账 可恕义 你落到这种地步 我实在不忍心 你可以给我一次机会帮你吗 毕竟 我们的命运都被你 让灾难改变了 谢天子 你知道当年我为什么愿意 一个人承担那件事情吗 不是为了保护你 是因为厌恶 极度的厌恶 我这辈子不管是好是坏 我还输引的名字 都休于你谢天子的在一起 请你离开 你才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 我为了 我为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个 你 过来 你叫我 楼上除了韩小姐还住什么人 你是哪个部门的 你查户口啊 这楼上一共四个房间 最大的那个我住 另外一个房间 住了个舞女 还有一个房间 住了个男的 我也不知道她干吗的 这整天不三不四的 他们的房间我都敷了 让他们马上搬走 还有 这件事别跟韩小姐说 好好好 来 进来 家董 家董啊 刚才从医院出来之后 你就不说话了 怎么了 是不是姐姐哪做得不好 你不高兴了 没事儿 不想说话就不说了 炒了点儿鸡蛋 给家董补补 谢谢宝峰姐 谢谢宝峰姐 来 坐一下 滚 来 坐 这家董啊 脑子也好了 说话也利索了 听医生说啊 再恢复一段时间 就能跟正常孩子 一样上学了 这大黑天的 总算见着点亮 对了 舒颖在的时候 不是办了个班吗 小楼接二连三地出事 孩子们都走了 现在就剩两个 我是在想啊 就这两个孩子 我们可别丢了 若雪 要不你把这个老师 当起来 我 要换以前啊 我还真敢 就我那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可是现在 怕什么 你也是读书认字的人 我那点儿知识 刚够我自己用 哪有富裕的 可以交给别人的 我还是别无人子弟了 那这今后咋办 生活总是需要钞票的 我会去找工作的 有手有脚 我不怕 好 来 先吃饭 好 好 早 加油 你来吧 好 好的 好 上去 你来吧 大英姐姐 以后别再来这个屋子了好吗 回去睡觉吧 爹 爹 不要离开我 爹 不要离开我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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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爹 没事啊 爹 爹 姐在这儿呢 姐在 爹 爹 爹 放开我 你放开我 爹就是因为他 才对日本人害死他 就是他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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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我当然想啊 只是 我怕你不愿意 上山 上山 山上安静 怎么吵闹都行 我爹还在的时候 最喜欢带着我跟家栋 一起爬山 看西洋 那时候我很懒 总是不愿意来 现在想起来很后悔 如今 连机会都没了 如果我爹还在 我们谢家这棵大树 就不会倒 我和家栋 就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若萱 我知道我欠你和家栋很多 我 韩淑儀 你知道我最伤心的是什么吗 我们生死与共这么多年 却换不来一句你的真心话 你让我跟家栋 一直活在你的谎言里 这就是你的恶毒 我不是不想说 我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可是我 我怕说了以后你们会恨我 当然恨你啊 因为是你 害得我们家家破人亡 我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我早知道 家都总有一天会醒来 记得所有的事情 我只是没有想到 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 我会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我就觉得很奇怪 当年不管我怎么打你 怎么骂你 你都不肯走 非要带我们来上海 其实你那时候 就是在给自己赎罪 是我脑子浅 没看出来 还一直记着 你对我们的恩情 雷轩哥还跟我说 你是我们谢家的恩人 要我尊敬你 这个世界上 哪来有这么多的天使啊 我们不过一直被你愚弄罢了 是牛二 他什么都知道 他不让我说 他让我把所有的事情 都烂在肚子里 他想让我把亏欠你们的东西 全都抱在你们身上 牛叔死了 你想怎么说都可以 若萱你怎么恨我都可以 但你一定要相信 我是真的把你和家冬 当成我的亲人 真心也好 假意也罢 现在来纠缠这些问题 还有什么意义呢 今天约你来这儿 就是想跟你一起 看看夕阳 欣赏落日的 你我姐妹的缘分 就到此为止吧 过来呀 站那么远干什么 以前你跟我说 每一个人 都应该为自己的错误 不付出代价 我欺骗文轩哥这么多年 所以一直得不到他的真爱 这个我认了 因为是我做错了 我怨不得任何人 而你呢 你犯下这样的弥天大错 难道就不应该 付出代价吗 你需要 你需要 为了我爹 为了我们谢家 老天爷 如果他死了 你就收了他 老天爷 如果他死了 如果他还活着 别人救了 你就放他一条生路 他的生死 都交给你 全听你的法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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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姐 我饿 好 姐去做饭 姐 你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吗 姐姐好害怕 姐姐真的好害怕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这样做是不是对的 我好害怕 甲冬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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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雪 你干吗去啊 姐 佳哥回来回来回来 姐 没人在雨呢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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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得雪 快努力解 我把我解退下悬崖了 蛤